当时呢 那个活动是买套餐 加99元就可以得一个 独安梦的玩具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开始这玩具设计就是用99元 往下推的成本去研发的 没想到后来行销部同时告诉我说 我刚才完蛋了 工厂成本越调越高 到最后将近要90块 所以我们订99元会不赚钱 可是已经 时期已经到了 因为我们又上了 你不可能取消这个订单 虽然它成本高我可以不买 但是我想到就是说 我们每年农历年都一定要有个赠品活动 才能比去年同期成长 因为每年农历年都有赠品 我说好吧管它了 不赚钱也得卖 因为这个活动不可以取消 消费者会 尤其是小朋友会为了独安梦来买我们的套餐 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卖掉套餐 那可是那时候财务部就出来讲说 你不应该卖99元会不赚钱 如果你卖149 100万 piece 就算只卖掉七八十万 说不定还是赚钱 他就开始想赚钱了 财务只会注意bottom line 但是他会忘记消费者要的是什么 你这时候一定要善意的提醒他说 不行 消费者要的是一个物超所知的玩具 而且如果我们卖的不好 是大灾难 如果我们卖的好 我们后面还可以追加嘛 你说这产品不赚钱 我们进来100万 piece 我可以再追加50万或20万 如果我们来得及 那是有后路的 可是如果卖不好是没有后路的 听懂意思吗 因为卖不好那个东西就是在仓库了 我的人潮也因为太贵了不进来 我当时居然没有这样子的智慧去讲这种话 没有那种胆士 我只被他那句话吓到了 就是财务部的一句话 你会不赚钱 我的确不是一个很会精打细算的人 我很快就被那个财务部的那句话给打败了 于是我就去订了149 于是我就叫行销部去拍一支 我认为一定会很棒的广告 把那个产品讲得像神一样 看看人家会不会用149来买 可是我们是素食业啊 我们不是精品耶 不是必需品 所以那产品上市大概一两个礼拜 该买的人买完了 有的人还是会傻傻的用149来买了 订了100万就只卖掉不到50万 剩下50万最后就降到99 到最后不用套餐 你可以直接用99买都还卖不完 因为已经过了那个热潮了 广告只打了三个礼拜就没钱了 所以一直卖到年底才卖完 灰头土脸 营运的人员 所有前线的餐厅经理 非常非常的挫折 因为他们听到我在那边摇起呐喊 哇 又 嘿 一定会好卖 不好卖我投给你 就最后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例子层出不穷 在06年我做了三四次 都是因为没有胆识做对的事情 没有坚持 赢得消费者才是最重要的 赢得顾客才是最重要的 而是被一些主管的一两句话 就打击了自己的一些信心 当然我们不是要刚愎自用 我要讲的事情都是回到真理 回到原点 到底你在这位置上是所为何来 来自然而是一位置信心 对我们的页目 我们下来 看一看 不是 我们下来